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各样的法式小糕点出现在各个市集里 因为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让我更肯定要继续往法式甜点的这条路前进 二十岁的我带着前往法国的单程机票向梦想启程 在巴黎上了第一堂甜点课 探究究竟何谓法式甜点 而法式甜点的世界又是多么的宽广 我也到了一些法国的乡镇旅行 品尝和欣赏各式各样的传统糕点 思考着究竟何谓属于我自己的法式甜点呢 在法国吸收整整一年的养分以后 也决定回到台湾 创立属于自己的甜点品牌 也开始构思拥有个人风格的法式甜点 结合着自己喜欢的事物以及台湾的连结 设计出了一系列的自然系甜点 如树蛙、土石流、黑熊森林、金沙等等 也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台湾味 如珍奶千层、百果山姑娘 二十一岁回到台湾以后 创立了河床法式甜点工作室 在2016年于新一安河展店 经历了三年半的洗礼 终于让河床稳稳坐落在竞争激烈的一级战区 可是我却在2019年 也就是它最亮眼的时刻 暂停了营业 回头看看 我想我还有很多梦想想要去完成 而在这数年的甜点经历里 我也看见了我自己的不足 我需要更精进自己 2019年4月底 头床租约到齐以后 我只身搬到了台东 带着偏乡的孩子们制作法式甜点 让他们看见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 也完成了自己的理想 而在2020年初 我也完成了自己十小时的 法式甜点线上课程 让更多人可以更轻易地学习到法式甜点 终于在2020年的6月 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黄杰的甜点日记》 记载着自己从16岁 一直到25岁的甜点之路 以及作品 还有心路历程 我想我的甜点之路 走的并不是那么规则 我喜欢尝试各式各样的事物 就像我的创作没有界限 而人生和梦想 也不应该有界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